华大小找一字单元的争议持续发酵 董教总今天发表联合文稿 就指控教育部出尔反尔 原本确认只要家教协会 家长或学生当中任何一方或一人反对 就不能够推行找一字学习 如今发布的指南却变成了必须以简单多数 也就是51%的家长来决定是否推行有关单元 董教总狠批这形同偷换概念 将会在这个月12号召开紧急会议 共商应对策略 对于董教总的不满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随后回应 要求官员更新找一字介绍单元指南 确保有关指南符合内阁的决定 到底是理解错误 沟通失误 还是董教总所说的出尔反尔 教育部之前发布的2020起 向国民型学校四年级学生 介绍找一字执行指南 产名国民型学校必须以简单多数 也就是51%的家长决定是否推行找一字单元 请发董教总不满并在今天发表联合文告 抨击教育部偷换概念 完全违反13个华印团体 在今年8月21号和教育部的对话 董教总解释他们的理解是只要家教协会 家长或学生当中的任何一方或一人反对 就不能推行找一字单元 这个理解也获得了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乡区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西华拉莎 和青年集体育部副部长沈志祥确认 但最新公布的指南 却显然撕毁了当初对话的内容 我看这样是一个大转弯 其实这个解读上 我相信当时都有代表律师 都对这个文件的解读 就是说 不要有任何一方反备 对有关锋性小学的推展这个当年 这个叫我的当年 是他们都认同的 他们也在确认 所以他是顾教育部长 我相信在现场 他应该也明白 他们也没有提出这个意义 表示他们确认 这样的一个说法和看法 董教总投石不满 教育部违背内阁的议决 将家教协会视为执行的工具 当初的角色 也不过是协助发收问卷 向校长汇报调查结果 而且如果校方或家教协会 没有向家长派发问卷 就会被视为 统一推行找一次单元 这等同是序了课程与评价标准中 选择性推行的意义 不但如此 文告也重申 华小董事部在教育部法令下 是受到保障的组织 涵盖赞助人 信托人 官委 家长和校友 因此推行找一次单元与否 必须拥有决策权 而不是只是得到家教协会 家长和学生的同意 由于事态严重 董教总将会在这个月12号召开紧急会议 共商对策 不排除会有更强烈的后续行动 对于董教总提出的不满 张念群交后透过脸书表示 内阁已经同意 在没有家协的学校 让董事部参与决策 他会要求官员更先找一次介绍单元指南 确保有关指南符合内阁的决定 报道空间 张雨林 万达正报道